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人研究了 大家都知道什麽原因 大家知道 因為足球是一個多變數的運動 什麽叫多變數呢 足球是比較容易有機會爆爛的運動 其實其他任何運動都有爆爛的 但一般來說 李宗盛劣敗的機會是大很多 足球並非如此 優勝劣敗當然我們會最開心 見到優勝劣敗走 但往往就不是 以弱性強又有知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我們不是說那些 而足球這件事是很講綜合的國力 在比任何一種其他的運動 綜合國力是否一定要是偉大的科技強國 又不是 你想想上世紀的 例如巴西這樣 南美的窮國 中間時段 即是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還要在一些 獨裁的軍人有役 政府的國家獨裁一下 他一樣可以 又沒有說那些甚麼德國佬是科技 那些 他一樣要森巴足球風摸全球 咦 又似乎 不是很關那個所謂你們的甚麼 甚麼科技那些事 好 講身形高帶 那是否一定是身形高帶 那更加不是 你如果身形高帶 那當然 丹麥就贏了 荷蘭就贏了 世界杯 荷蘭 結果 荷蘭就贏了兩次 世界杯決賽都是三次 結果都是拿阿爾 又不關事 喂 捉到 如果是這樣 阿寶特就在退役的時候 不會沒有人要 澳洲都是試兩腳 不要說萬聯 都是不簽足球合約 明明我們看他能踢兩嘴 就兩嘴 跟職業足球當然是不同 所以足球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你說 講那麼多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韓國和日本 你認也好 不認也好 二十年前 咦 其實韓國和日本 是在退役你的 三十年前 都是在退役你的 甚至乎四十年前 要講到四十年前 韓國都在退役你的 日本 就可能跟你差不多 可能都在退役你的 差不多 如果說五十年前 就分分鐘 日本都在輸你 OK 好了 但是我們看看 日本和韓國 你不要去世界杯 又不進到八強 四強決賽 不要來那些 他很穩定 起碼在亞洲 這十幾二十年 肯定衝速亞洲 幾個危機危機 你有沒有看過 南韓進不到世界杯決賽走 三十二強 有沒有看過 日本隊進不到世界杯決賽走 看不到 二十四隊的時候 南韓是一樣入過的 亞洲只有兩個半位 他都入過的 九十二十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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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隊 好了 含家草 證明 大家都有什麼東亞人的體格 似乎我昨天看 如果說新型都不會輸蝕 絕對不輸蝕 絕對不輸蝕 絕對不會輸蝕 中國那些高壓過你 那些 為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吵你了我去 因為中國足球就是垃圾 吵你了我就是這麼簡單 總不能想 吵你了我 是我說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 我上次都說 大家說真的 包括那個余榮 兒子 吵徐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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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爹爹叔叔叔說 我跟我兒子都這樣說 是 踢足球 我荔枝山往拿道 我有資格說 吵你了 我荔枝山往拿道 吵你了 我踢足球真的行 不要小看我 雖然我沒什麼腳法 但是吵你了 那些衝撞 不是啊 那些衝撞 入攝 吵出腳 吵你了 吵你了好嗎 吵你了好嗎 好了 踢足球 鍛鍊身體 有益身心 膠憑結有 踢完球 喝枝可樂 打下 大個喝枝可樂 打下 小個一樣是喝枝可樂 吃過街邊炒麵 沒問題 吵你了 我來找食 你傻的嗎 你傻的嗎 傻的 傻的 吵你了 我沒有臭氣 喂 你說不是 在外國找食 最厲害的是 我們偉大 我們的總 戴偉俊 戴偉俊 現在怎樣 吵你了好嗎 吵你了好嗎 在英國 吵你了好嗎 英冠都沒得吃 英甲都做後備 死死氣回來 現在代表他有沒有出 昨天 多入選 吵你了好嗎 你不是以你 不是希望以你做核心 來建立這一隊中國隊嗎 可能用它來 就沒那麼差 或者 一個叫做戴偉俊 嚇到吵你了好嗎 人家那些什麼大孔液 人家那些日本仔 吵你了差不多 沒有名字 吵你了好嗎 我吵你了好嗎 我吵你了好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真的很難說 你是要說整個足球 中國的足球人口 就是踢球人多 看球人都多 你是要由基礎去搞好 這個就是最難的 你問我 有沒有中國有心的球員 一定有 有沒有中國有心的教練 一定有 就等於在這個中國社會裏面 有沒有人心人術的醫生 一定有 但是整個社會體制 整個制度 我下山三眼治 你就真的出不了中國隊 你不要說 就算是有技術的人 十一個都可以 有技術都不行 你不團結 是的 互相猜疑 但是為什麼會不團結呢 那是關係到制度 即省值 選拔那樣東西 沒有 還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代表國家的榮譽感 昨天 阿范大張去看球 一會兒再說 他們那時候 在那個年代 七八十年代 很窮 甚至國家 太空波這些 有個榮譽感 以前 你受審 什麼都不要說 就說八五年五一九 就是我們香港 作下北京 二比一擊大虛 為什麼你這麼激動 因為他們覺得 真的沒有理由會輸給香港 因為真的強過香港 我告訴你 是真的強過香港的 事實上 那時候香港 都還是有 現在想著想 有什麼 顧錦輝 又胡國雄 又張士德 余國申 又劉豪榮業 現在說出來 那個升級萬丈 原來都 梁瑞榮 原來是不夠他們踢的 他們一定的水平 無論踢成怎樣都好 那時候我們看中國隊 我也有看 喂 都真的給你們看 我昨天看都不是 屌你了 軟手軟腳 屌你了 幹什麼 是不是 不是一場 這班又說中超 人工資 高薪價 屌你了 這個又說二百萬一個月 那個又說三百萬一個月 有些是高過在歐洲他踢球 不少 屌你了 你踢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剛才那個哥哥 屌你你雙條冷心 屌你了 中國足球就是垃圾 我告訴你 我烏英哥 在大陸 避受這個 屌你了 漫罵 追殺 屌你了 但一說中國足球 大陸的網友不是我說的 他說這次不能不同意 屌你了 屌你了 屌你在哪 攻出去 我們有些是在哪 不說 輸少當贏 結果 回來 他呢 看著看波 因為他在外坦看直播 然後做節目 還想到這些人還問他 范大昌坤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 范大昌坤 如果不是這裡離山的光那么遠 我跳下去頭光 頭光死了 沒眼睛 他說 日後二比零 問題是日本就是 實球太容易了,我們可以輸的,為什麼不輸呢?當然可以輸,但是,喂,你面對面,任人被踢,實在太差了,接著,就是他做直播,那些人說,喂,那你有什麼建議啊?可以跟日本對抗90分鐘嗎? 范子毅說,沒有,沒有這個實力,不用建議,是沒有這個實力,他說,希望7比0可以打醒那群球員,哈哈哈,接著他說, 好了,范子毅言論在中國網路廣傳,中國球迷相當英雄,也有人說,喂,范大昌君,不如你們叫班班隊友落場,54歲啊,都未必輸,那你不是開玩笑啊,我相信是啊,他們如果,我真的不是開玩笑啊,他們落場給你操一下,都真的未必輸,不輸,不輸,站在那裡,好了,中國球評,韓祖新就說,過去中國對日本最多輸兩球, 這次輸夠側球,下滑速度,比sir滑梯還快,無愧於亞洲的沒流球隊啊,他說,別人踢就是踢足球,我們踢蜆啊,竹谷啊,竹谷啊,竹谷啊,他說,第一輪,憑德失球,僥倖進入18強,決賽,就是這個特斯組決賽, 這次,今場對日本,結果早注定啦,但就沒想到,沒有輸那麼慘啊,所以現在有人陰謀說, 你怎麼是,泰國隊,孫興文是專門不肯入球啊,泰國隊只能打球而已嘛, 對著新加坡的龍門,是的,那時候還多謝新加坡龍門,現在就是說, 你怎麼是要你進來出醜啊,各位,我們一起講一段影片,大家有沒有記得我說過, 就算48隊又怎樣 48隊 不想是這麼厲害 加12隊,你這樣也入不到嗎 我已經說,我就又不想到 現在踢一場 一定入不到嗎 那就看又怎樣 這一個 就不是很多隊 六隊 你踢到 頭四都可以 不是,頭一、二就穩陣 出線吧 三、四就要捏過 你覺得他們有三、四嗎 中國隊 就算你對阿曼也覺得有得贏嗎 昨天,他這組 另外,他四隊 沙特,主場對印尼 雖然沙特都算後門上禁罪 1比1 澳洲主場對巴林,後來澳洲紅牌 都是後門決的 澳洲輸給巴林 0比1 如果印尼 跟沙特區打到1比1 如果這樣算,當然足球 你不要這樣算 你有沒有人來,你贏得多他 印尼有很多什麼,河南 退入直兵 這樣算吧,四圖 沙龍門,還沒職 太厲害了 好嗎 你就算真的去到第三、四,再捏過 你有什麼貧,你有什麼捏呢 不知道啊 我只看了昨晚,印尼和巴林 巴林一向都不是差的 撞下去了 澳洲的 真是納納殺到你不會說 好了,我們回應回 那一天,尤星我哭不哭 首先呢 他就說,你不懂得踢杯,踢人 那些體育精神我不要說 我不要說 我先不要說 屌你老母 你踢到別人才行 你不要打算你踢到別人 哦 還說精神,宣摩打人 不是啊,你打算宣摩打人 你都能打到別人才行 喂,說真的 屌你別人,日本人 屌你別人,屌你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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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屌你別人,屌你別人 你屌你別人才行 好了,這麼想失礙的說話 都立刻有人屌你 會屌你別人出來 譬如有一個叫Edmond Wu 哇,台灣假新聞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用一個演員就可以造成千萬人自派 真是請弟之話 連體育運動贏輸都加入政見 扮演為雙方 老實說 這個就變成台灣 找人來做假新聞 找一條傻子 有一個就說 屌你別人,屌你別人找個老賊 都不能夠證明他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那不是中國人是甚麼呢 有時,說真的 我亦都不真心覺得 我亦都不真心覺得 這個人可以代表中國人 那當然,為何有人會拍他的訪問 或他擺出來 就是他講得好謊 人家才擺出來 但是你們這樣去,為了維護 老實說,你中國人沒有拆頭嗎 中國人當然有拆頭 中國人一定是萬歲的 你說這些人是要自給到甚麼程度 是自給到,沒有東西可吹 就唯有把中國人的身份放得很大 所以你們就不能夠說中國人 因為他覺得他有份 唯一的依博 我沒有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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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 喂,中國 我是中國人 OK,我是中國人 我喜不喜歡這個中共 是另一件事 中國裏面當然有好人 有壞人 有傻人 有瘋人 一定的 這個 我,如果是用來自己驕傲的就是 我自己 我五十幾歲的人 我調查一條 我養家活兒 你什麼 陪著我父母送他們走 養大兒子 我就說這些驕傲 難道我會說 中國拿到奧運金牌 我很驕傲 喂 你有沒有 譬如 李國倫 李國倫 不是李國倫 是誰 劍神 張 鏘家朗 喂 他拿到他們兩個金牌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看到香港的年輕人 但跟那個男士 又問心一句 我做過什麼 幫過他 是他憑他自己聰明 關那個男士 最多我立了兩個稅 屌你了 或者被人抄上牌 入面 很簡直 進來 就是這麼多 我怎麼會 什麼語有榮言 關那個男士 喂 難道周星馳屌你了 他成為這個屌你這代少將 又關我事 屌你 你真是瘋了 你幾個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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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再說兩位男士 這位男士 八十一歲 林超樓 今天承認一項 企圖謀殺 兩項縱火 一項襲擊志 造成身體傷害罪 OK 被判囚十年 我們看看是什麼事 2023年初 這個老林 八十歲 2023年初 八十歲 就住在護老院 因為跟他隔離中風臥床的院友有職員 於是扶用打火機 點著一些報紙 就拋到院友的床上 然後有另一個院友 就說 我什麼都可以 找打狗人 用拳頭 魯勇今天在公園承認 剛才我講的那些控罪 辯方透露被告 案底雷雷 OK 但是 他說 這個被告自己說 為了社會福祉著想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自己 控制不到自己 希望能夠 在獄中度過餘生 其實他去到八十歲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去老人院 在獄中很老人院 我們就說 是嗎 OK 被告狼超留 法官判刑事提及 這個他很厲害 我要回去今晚 如果我有時間記得的話 再搜尋一下他的資料 被告在1982年 1982年 即是42年前 是的 4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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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在八十一歲 即是39歲 那時候 因為襲擊妻子 和謀殺親子 入獄二十年 你也聽見厲害 你也打老婆 殺自己的兒子 出獄後 重覆犯案 過去有十二項刑事紀錄 法官引述辯方說 被告不善社交 容易被人激怒 考慮到社會福祉 被告希望能夠 在獄中度過如生 這樣說 他有自知之明 法官最後說 雖然被告是老人家 但對社會仍然構成威脅 考慮到被告 今次犯案 不是有預謀 和認罪 好了 判你十年 十年 七八年 現在人生分通出道理 案情說 被告 和73歲姓歐的 是陳姓南侍主 和七十八歲 不 姓歐的就是73 78是姓陳的 即是三個人 在一間房間 住在深水埗 一間護理院 床位 互相 即是在一起 旁邊 其中 這個73歲姓歐的 因為中風 所以左邊手腳 不能活動 經常在床上 而被告 而被告 因為歐 73歲 經常無辜大嬌 對她心心不滿 大家 如果有看老人家 那些老人院 是很多時候有這些情況 有些痛而大嬌 有些可能神經控制不到 精神有問題 都不會有 啊 啊 突然在自己床上中火 很難大嬌 好 被告 隨後 又用打火機 點著報紙 接著就扔到 阿姓歐的身上 還有另外一個 不在場的院友床上面 令到歐 歐先生呢 左腳受傷 而 歐所穿的褲 床上的床褲 都全部損毀的 這樣說 沒有死人 好了 另外這個真可憐 這個 這個 真的年紀大了 所以各位希望我真的 趁著現在還未到 年紀大了 有些積蓄的時候 真的要上來 染血 染眼 還有順便買一瓶清澀的檸檬汁 就是 沖繩島清澀檸檬汁 因為它陷入這個 什麼陳妮妹 不知道什麼東西 什麼菌 還是什麼東西 含有什麼呢 就是 終於防止你有患 患這個 阿絲海蜜症 即是老人痴癌 因為老人痴癌 都可以有 即是老退化 可以衍生很多 慘劇的 死亡好的好的 77歲的家庭主婦 患有妄想型的精神分裂 2021年2月底 病發 OK 那麼 夜半在葵聰麗瑤村住所 拿著菜刀 斬斬死誰母中的丈夫 OK 好了 家庭主婦 今天在高等法院 承認一項誤殺罪 辯方求情說 被告 就是這個家庭主婦 來自印尼 兩夫妻是經過婚姻中介撤合 案件押後到本月30日判刑 被告繼續還 被告 劉秀貞 77歲 OK 他1977年在婚姻中介撤合下 和死者相識和結婚 1977年即是距今 8797、070、070 47年 他今年77歲 47歲 47年前即是30歲 那麼 如果當時的人 特別是印尼 三十歲都未嫁 那真是需要用 真是婚姻中介來推介 介紹 袁備恐謀殺罪 說在2021年2月25日 底 2月25日 在葵中麗瑤村某單位殺死 她老公 劉政男子 被告今日否認謀殺罪 她說 我不認謀殺罪 因為我精神有問題 但就承認誤殺罪 案情說 被告 和死者劉子求 在1977年結婚 結婚之後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一起住在葵聰麗瑤村 桂瑤樓某單位 但被告在1986年 出現了一個關係妄想 充滿疑心 咦 77年到86年 其實九年 我們來香港 她就有這個問題 被診斷出妄想型 精神忽裂 2001年 一度復發 要送院 她會語無倫次 會大叫大仰 出院後 每隔幾個月 覆診一次 直至案發 是有覆診的 你說香港這個精神問題 多大 有什麼辦法 進去幾個月 覆診一次都不夠五分鐘 五分鐘 好了 被告在2020年8月起 就懷疑死者有呆雨 不時爭執 事發前一個星期 死者為了避免衝突 一度離家數日 到19號再回家 2月24號 兩夫妻 好像平常那樣 一起吃晚餐 死者和女兒 就說先睡 到案發 當日凌晨4點多 死者大叫 就叫醒了 睡夢中的女兒 那女兒起床 就發覺死者 滿身鮮血 將被告壓在地上 死者說 被告親他 睡覺的時候 用菜刀斬他 叫女兒拿毛巾尾 和報警 死者之後 用毛巾 包住頭上面 即是壓住頭上面的傷口 那女兒就繼續協助死者 繼續制服被告 因為被告當然在地上 媽媽 繼續動 所以就直到警方到場 警員到場之後 見到死者血流披臉 查問下 死者說 在睡覺的時候 被被告用菜刀砍傷 救護車在15分鐘後來到 當時死者 雖然滿頭鮮血 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他後腦有一條 十尾米長的傷口 很厲害 救護員隨即和他急救 但是在急救的途中 死者開始反應變慢 應該實力過多 送上救護車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同日精神5點41分 在醫院證實死亡 從4點多到5點41分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法醫驗屍報告說 死者頭頸四肢多處受傷 被告當場被捕 警戒下說 因為死者有情婦 便斬他 被告情緒不一定 送院 被告否認有幻覺 於是乎先後 送去青山醫院 和小南精神病院 精神科醫生報告說 被告至少有兩項 避害妄想病症 會語無倫次 會無故大叫 同時都患上抑鬱和強迫性妒忌 案發時患上死者和寡婦有染 所以不能自製 幻想 嘖嘖嘖嘖 她老公應該是避免了她 出了住幾天 但終歸都會回來的 所以你說 我們會否歧視有精神病的人呢 你會小心點 是真的會的 盡量我們不想平時 那些人經常說 精神病跟感冒一樣 好迫一樣 是呀 我們都會知道 是否也都是 精神病都不代表 每個人都有暴力經驗 我當然是知道 但是 我經常說 如果你在街上見到劉蘭城 那些事 你也要走遠一點 那你是否要歧視她 還是大家反而要擁抱她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要擁抱她 各位看法官我真的不懂得說 現在你這樣是政治正確 好了 另外 講完這宗新聞 一次過講完 反正都是 杭州有一間餐廳 港人開的 OK 那 因為很多規矩 所以很出名 在杭州 那些大陸網民就說 你為什麼還不收拾 老闆早就收檔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新聞 永遠都是這麼口賤的人 你不要來 他開了杭州 我覺得他主要做的就是杭州人生意多 嗯 OK 他不收拾 就是因為那些杭州人 各級沒有問題 他有本事 又或者是好吃 而且我覺得他的所謂 規矩有什麼問題呢 這一間呢 叫做亞國丁室 開業十幾年 賣什麼 地道港式食物 包括咖哩魚蛋 腸粉 菠蘿包 西多士 燒美 煲仔飯 奶茶等等 味道正宗 很多食客正品 但是最近呢 港式服務 突然紅遍小紅書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 只不過人影響我 放上小紅書 網民形容 港人老闆 脾氣古怪 門口貼滿 一堆規矩 要求食客中手 我們看看是什麼規矩 沒有訂座的客人 麻煩在門口排隊等位 合理到極 當然你沒有訂座 裡面又有位 你當然可以進去 但是 既然你沒有訂座 你進去之前 就應該等別人去安排座位 合理到極 沒有位的 就等 合理 料理老母 在此 我不想聞名的人 才會覺得這個是 嚴謊的規矩 排隊期間 不能走開 當然合理 你走開了 就說 我剛才料理老母 在排兩頓隊 我剛才可以 不歡迎食客 詢問要排多久 那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 我每五分鐘一覺 五分鐘一覺 現在有十個 就五十分鐘 我怎麼知道 裡面的客人吃多久 去客人吃多久 去客人吃多久 我才可以給你一個位置 我指人來最多大約說 我不歡迎 你這樣問 你來問我大約 經驗嗎 半個小時 如果排到這裡 等於我們有時候 去 譬如去博物館 有些板 去打應博物館 黃文德 不是 譬如說 你們在這裡 一般 general的 waiting time 十分鐘 這裡去到三十分鐘 是不是真的三十分鐘 有時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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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而已 大約而已 不要問那麼久 人齊才能夠入座 當然 你一個人進去 然後七個人放了七人袋 接下來兩小時 這個人 一定要 必然要 如果不是 不要說你大約人 香港大幫你 行花茶 你進去沒有 小姐 我有一 一五零六位 是一零六位 那你人齊沒有 來近的 不行 我們要人齊才入座 我 我 我 那位 那位 你來近的 你再跟我說 到時我和你安排 合理到極 要不然 你進去 都會開兩大茶 你的酸屌 你還在阿賓州 大把這些 所謂合理 單丁客人 和繁忙時間 可能需要搭檯 這樣有什麼問題 他都說明 單丁客人 和繁忙時間 需要搭檯 不能替代外來食物 那更加 絕對理所當然 不啟工紙巾和飲筒 去環保 現在也是的 香港法例 特定時間 每位人民幣 20元最低消費 他說有些客人 相當反感 不需要反感 他都未寫 次手不愛借 不需要反感 不要去 我認為都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我話說更好吃 話說合不合理 譬如我給你 我覺得 那就不要去 那就不要去 好了 內地的網民 認為 店子食物水準很好 唯一無病 就是不百苦客 放在眼內 牛肉 店舖在杭州 應該不得了 怎麼態度差 反而變成了賣點 其實這些本末倒置 有多差 這些態度是 如果你們兩個沒有去 你真是本末倒置 合法要求 不過這樣說 他亦都有人說 老闆挺好人的 還有 這些都是 大陸人有 香港人有 他說 一定很好的生意 才有這種態度 你罵 他有人排 人家開了十幾年 都有人排隊 也有網民說 入鄉隨俗 都不懂 入鄉隨俗 都不懂 就是入到你 那裏就隨俗 就是隨你 就是要被人 不守規矩 剛才那些規矩 根本就不關事 我覺得在大陸 都是應該要的 全世界都要 你沒有訂單 就要排隊 你真的還有那種 我消費就是阿王 要不要讓老婆 讓你吵一下 叫他女兒出來 好嗎 好休息 好休息